在接受這個CNBC訪問的時候 裡面有特別提到 他們會回來的錢 第一個會幫員工發一個獎金 另外一部分就是要做資本支出 以及買庫廠股 那彭博社之前就有預估 在今年美國回購庫廠股的部分 會年增百分之七十 大概金額會來到八千七百五十億的一個情況 所以這對於美國股市 目前為什麼跌不下去 原因在這個地方 另外我們再看一下 這個EPS同樣是因為稅改的關係 其實過去一個禮拜 如果以標普五百 這五百家公司來講的話 因為稅改的關係 他們整體EPS的獲利 大概是增加了兩美元 從一百四十八美元跳到一百五十美元 但是如果你從時間點稅改以來 基本上這EPS已經增加了四美元 所以宇宙你先幫大家觀察一下 那我想其實這一次 這個全球股市的這個賣動 其實就是一環扣著一環 其實好像每件事情看起來都不相關 但是實際上又好像每件事情都相關 為什麼會講 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美國企業回美國本土的這樣的一個動作 其實在昨天 川普一聽到這個蘋果要回來了 樂得很開心的 馬上在推特 這樣如果我看到在推特裡面 對 就直接在推特裡面就發一篇文章 而且他還給庫克用一張油光滿面 好像因為之前庫克本來是反川普的 對 那這一次為了這個支持美國製造 讓美國再次偉大 為了這個股東著想 所以還是低頭 對 為了因為降稅之後 可以有更多的資金去做運用 故意用一張灰頭土臉的一個照片 臉上三條線 對 告訴大家 川普也回來了 那個庫克回來了 那另外其實我們看到在RAM 這間就是克萊斯勒的汽車公司 其實在昨天也宣布要回到美國製造 把他原本的製造 在墨西哥 從墨西哥 遷到密西哥 那其實從這樣一個角度 其實一再去顯示 其實這個連鎖的效應 其實是一波就只一波 從原本的美國企業 甚至擴張到整個海外的一些 國際知名企業 好像都有這樣的一個效應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大家會發覺到 因為美國一個降稅問題 這是一個勢不可擋 因為這降稅的時候 其實對很多企業 它本身的獲利 我們剛剛就看到 那EPS是瞬間暴衝 大家必須了解到 這不是說 他們所創造出來的經濟價值 而是因為它裡面純量的改變 去做這個所謂本質的改變 造成它的整個EPS 不是增量 而是純量的轉移 對 從政府部門轉移到私人企業裡面 對啊 那實際上對於經濟成長上面來看 它好像增加的這個 正向的這個幅度 好像就沒有想那麼多 但是呢 這想像空間很大 為什麼 因為其實這個 岩調機構大概有統計 之前大概是統計 如果說美國把稅率 降到25%以下 那它對於整個企業的 這個所謂的獲利增長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像電信業大概成長到13% 那零售業大概成長12% 銀行業大概成長10% 那像這個軟體與服務業 還有科技設備業 大概都有6到8%的這個 所謂成長 那比如說其實當美國把企業稅降到21% 或是未來如果更低的話 那對於整個企業的一個 正向的獲利的一個加持就會更多 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麼第二部分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稅改之後這個主要產業的 它的那個稅負的這個變動預估 其實大家可以觀察到 其實對很多企業來講 它的整個稅負平均的這個減少幅度 大概都有20%以上 那減少最多的是上面這礦業 控股公司 飯店旅遊 那甚至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資訊產業 大概也有25%以上 這個所謂的一個稅負的減少 資訊產業大概也有20%以上 那唯一沒有受惠 就是公共建設跟娛樂事業 那其實當然其實這個 本來就不是在這個 我們討論的範疇之內 那我們可以去觀察 因為既然這個美國企業 從外地搬回到美國 這是勢不可擋 但是影響這層面我覺得 我們未來可以加深去做一個討論 因為其實 你說勢不可擋 不過台灣還在 企業反而在加稅 對啊 那這就是一個很大問題 這會不會造成台灣的企業出走 像鴻海他都直接講說 可能新的這個無人工廠 可能就是在美國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美國企業反洋草 其實衝擊最大 我們可以觀察到幾個部分 第一個 我們從畫面左手邊 美國在全球這個 投資的這個範疇裡面 像歐洲地區 佔美國整體投資 到2016年統計出來是53% 那亞太地區大概是15.4% 那其中我們把比較重要製造業 因為要美國製造 製造業這個部分來做的觀察 亞太地區製造業大概就升到24% 那歐洲的這個部分 它大概就只有40% 那其實台灣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我們跟美國連接度比較高 如果說美國佔我們台灣 投資企業這個比重 大概是37%來做觀察 其實台灣衝擊率 也蠻大的 蠻大 而且再加上我們是加稅 那其中呢 這個影響的產業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包含像製造業我們剛剛提到過 大概佔它的這個美國比重 大概是21% 那裡面呢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說 它在這個製造業裡面 這個電腦及電子產品 它的整體這個影響到的這個成分比重 高達了製造業裡面的65% 你說其實台灣是科技大導 製造業裡面又都是電子業 那其實這個部分可能未來 衝擊跟影響面 我覺得是蝴蝶效應 那當越多的這個所謂的美國企業 回歸到美國本土的話 那我們就必須了解到 這個整個資金的一個移轉 那另外 而且這個庫克裡面昨天有提到 他們匯回來的錢 基本上會成立一個基金 就是要扶持蘋果供應鏈 美國公司的蘋果供應鏈 所以是對於台灣跟大陸 也會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對 那其實這個 我覺得這個磁吸效應 因為其實越來越多公司 包含像鴻海 光寶等等的公司 一間一間都說要去那邊 去做所謂設美國廠 那我想其實這個產業的外移 也是我們未來必須去做一個探討 那另外一個部分 我們就要去留一段 因為其實當錢回到美國之後 那它錢要拿來幹嘛用 第一個資本支出 剛剛有講資本支出 另外一個就是買庫廠股 那買庫廠股這就很嚴重 為什麼會很嚴重 因為當你現在股市已經噴成這樣 你繼續買庫廠股的話 那會不會加速股市的噴漲 那會造成整個所謂聯準會 它升息腳步的一個加速 這是我們必須去觀察 因為其實從2009年以來 這是美國買股市裡面的 參與者裡面我們可以觀察到 這個紅色這條虛線 就是我們講的公司買回庫廠股 好的這個部分 那一般投資人 反正他們這個持股的比重是往下走 就是靠庫廠股 對 有說其實從2009年以來 這一波大多頭的走勢 其實是靠公司派 不斷去買回庫廠股 所堆疊上來 造成這個買盤往上去做一個推升 那這一次如果說資金會回來的話 目前上海上在預估 2018年美國整體企業 還要再買8000元的庫廠股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去了解到 美國股市持續往上去做推升 對於整個所謂的企業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因為這樣過了一個前提 我們就要去觀察到一個重點 因為這個是去年12月的時候 聯準會在升息之後 所提出的這個報告 他預估他這個升息的腳步 到了2019年的時候 大概會把利率升到 大概是3.75%左右 那如果說股市持續往上飆漲的話 那這個角度就會變陡 就是說他升息的角度就會變快 那升息腳步變快的話 那其實對於股市來講 就不見得是一件好事 因為我們過去有講說 如果說這個市場 他剛剛開始進入到升息 代表說因為市場熱了 所以說他要去做降溫的動作 但是當你升息腳步過快的時候 你會造成什麼 造成你的企業獲利 可能跟不上你付出的利息 那就會有所謂未來連鎖反應 可能財源 減產 庫存 等等問題去做增加 那畫面右手編章圖形 就是過去 紅色的這個部分 就是往上漲就是升息 往下跌就是降息 藍色這條線是標準坡500指數的走勢 我們可以觀察到 每次升息來到相對高檔的時候 等到升息升不上去 之後股市就會崩下來 然後再去做降息 那其實在2008年的時候也是一樣 升息升不上來了 然後之後股市崩下來 才開始做個降息 那你說其實現今來講 如果說升息的腳步 持續做個加速的話 那第一個衝擊的一定是房貸 因為剛剛大家有講到 其實目前30年期的這個房貸 已經來到4% 已經來到4% 那我們看畫面右手邊 這張圖形 其實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其實紅色這條線 就是代表著30年期的這個利率 那藍色這條線跟紅色這條線 分別代表房價指數 那也就是說當利息 這一波的 美國房市的大多頭 是因為利率往下跌了 造成房價往上漲 那如果說接下來利率往上漲了 會不會造成房價往下跌 要去做留意 好我們看這張圖也蠻明顯的 這張圖是代表如果利率 如果未來走升1%的話 對於整個消費的部分 最主要是這條深藍式的線 大家看一下 這是住宅的固定投資 基本上換算下來 如果只要未來升息1%的話 對於住宅的固定投資 下面橫軸部分是經過幾季 大概五季的 大概在第四個季度之後 整個住宅的固定 固定投資 會下降五個百分點 這非常非常可怕 所以來請教一下這個啟鵬老師 這個既然利率持續往上走 這是不可擋 也是不可逆的一個情況 那對於房貸跟房地產 市場影響最大 你怎麼觀察 基本上在這樣繼續走下去的話 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泡沫經濟 我們知道其實在歷朝歷代 也都有類似面對這種 房地產泡沫經濟的問題 那我這邊就要講一個 很有名的地方就是南京 南京他自古以來就是古都 為什麼他龍潘虎具 一守南宮 那所以他號稱十朝古都 有十個朝代都在這邊做首都 那你也知道 首都的房價一定超高對不對 沒錯 蛋黃區 沒錯 所以明代的時候 你知道這邊的房價多高嗎 那邊的風化區 當時的風化區叫秦淮河畔 有點類似像現在的信義區 或南韓的首爾區 一間房價600兩白銀 好 你一定沒概念 好 對 那我告訴你 明史記載七品官員的年薪 45兩 年薪45兩 對 所以年薪 然後房價要600兩 對 也就是說 你要不吃不喝13年多 你才能夠買起一間小小的房子 所以你可以想見得到 在明代的時候房價高到這種地步 那更不要講那個歷朝歷代 他是有多高 但是我要講說 南京其實在早期的時候 並沒有那麼行 是後來被人家炒作的 那他是怎麼樣被炒作呢 首先要講到 其實在早期我們中國 他的那個政治中心都在黃河流域 所以長江流域這個地方 是沒人開發 是一片荒地 那有點類似像現在的西門町 是一片農田是一樣 可是一直到唐末的時候 南京這個地方 其實人口還有各方面建設 都還不足 因為只是被迫遷徙 所以沒有所謂的都市計畫 也沒什麼店鋪 那邊那時候的南京 絕大多數都是那種露天攤販 我們現在的那個淡黃區 是不是都應該是好正式的店面 開店鋪才好賺 那時候不是那邊都是路邊攤 而且人口也不夠多 所以當時 他在立足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那有一個叫做陽型蜜 那陽型蜜是當時的軍閥 唐末的軍閥 那唐末軍閥當時我們說 唐末有凡政割據 軍閥割據 那時候也叫軍閥 對 那時候叫做凡政 就是傑渡使 那當時就有一個人 有一個姓楊的商人 那姓楊的商人就跑去 跟他的一個好朋友姓錢 叫做錢楚氏 這個邱楚氏就告訴他了 如果今天我們的君主陽型蜜 他要發展的話 他一定非得遷都不可 因為這邊容易被打嘛 所以他要找一個很好發展的地方 南京會是最好的地方 遷都所在地 上家之地 所以你就先來這邊 先卡位 對 先卡位 這個姓楊的 他跟皇帝同姓 我就假稱我在朝廷裡面有高官 有點類似像現在 我有那個高層做管道 我放租法 我透過消息知道他們會遷都 而且會遷到這個地方 人家一聽 真的有道理 這個姓楊的搞不好有高官在朝廷裡面 所以大家就紛紛來卡位 所以到了四年後 這邊房價高漲 飆起來 那飆到後來問題是 為什麼會垮掉 因為後來楊行密過世 是後來再傳了兩三位之後 真的定這個地方為西都 後來才慢慢又恢復 所以南京一直都算是蛋黃區 但是曾經有一次 這樣子的一個泡沫經濟 就是發生在唐末這個時候 所以既然是有些泡沫的 低潟 所以既然是一種泡沫的 都不可能 只是泡沫 有些泡沫的 水